好 这个小时的新闻一开始 我们首先要来关心的是 国防部推估共军如果犯台的话 那么桃园的机场 就是共军想要夺取的重点目标 因此今年的汉光39号演习士兵操演 首度会在淘机操练反空这样的科目 根据了解呢 淘机操演的日期会定在7月26号 在7月12号跟19号这两天会预演 每次会管制空域在一个小时之内 预估实际操演的时间 大约是30到40分钟左右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 昨天在天津发表了演说表示 中国的经济今年回升 向好态势非常非常的明显 预计第二季的增速快于第一季 全年有望可以实现5%左右的增长目标 他同时批评了 西方有些人在炒作降依赖 还有去风险发言权 政府是不应该越足代刨的 还要来关心的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有访问中国 根据了解 美国的财长叶伦也计划7月初会去北京 会晤新任的中国副总理何立峰 并且会展开高层级别的经济会谈 如果成行的话 他将是今年第二位访问中国的美国高级官员 好 对此中国的外交部在27号回应表示 中美就各个层级的对话还有交往保持沟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